先來看到以色列說要對控制Delta 變政北斗 以色列政府選部 對六十個以上已經出過兩期新冠疫苗 民眾 還要出第三個幾歲疫苗 以色列曾經做全世界頭一個大規模 對劉公民要來出第三個家庭疫苗的國家 全世界疫苗主持在相關的以色列 總理班奈特在離港選部 從八月初也開始 會開始對六十個以上的民眾 對家族第三個的灰熱有風險 是全世界第一的大規模對共民主 第三個家庭疫苗的國家 The decision was based on considerable research and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rise in risk of the Delta variant wave Israel has already vaccinated 2,000 immunosuppressed people with a third dose with no severe adverse events Now we're rolling out a national third dose campaign 根據BBC報導 將在五個月前 出過第一支有風險 在這裡超過六十個民眾 全黨住家庭的第三支有風險 以色列新冠有風險主持率 在全世界都是明顯 這麼多老大人在今年十二歲到今年一歲 就已經出過有風險 不及以色列零號 九百三十個班 那邊有超過五十七趴 已經完成出過有風險 以色列全部分人都是住輝瑞五皇下 他們正開始一家輝瑞特性協議 他們住下四股來換出有夠的疫苗 原本透過大量住有風險 有效控制疫情 不過自六月開始 第二塔邊境民族的疫情 造成已經更在打開 也會以色列政府重新增加 有風險主持率 同時同過 12月到18月青少年住有風險 不過WHO在進行說 目前是也沒有政府現實 需要住第三支有風險 並且希望護路國家 和疫苗本來比較散起來的國家 在這裡綜合不獨